唐诗柔吓得直接就尖叫出声,想要立即就往门口跑去,但他竟然听到了卧室门被打开后又狠狠关上的声音。 是,给我出来,不要在这个地方窗上弄滚,出来啊,夏浅夕,是不是你? 然而,就在唐诗柔歇斯底里地喊叫了这么几声之后,没想到房间里面竟然再次安静下来。 唐诗柔下意识地就想要拉开窗帘,然后让外面的灯光照进自己的房间里面,好看清楚房子里面的一切。 他用力拉开窗帘,没想到血手印的窗户上面竟然出来了一张血脸来。 唐诗柔吓得再次尖叫起来,等到他转过去,竟然跟一张面无血色的死人脸撞在了一起。 这一张脸的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而嘴巴里面一直有鼓鼓的鲜血冒出。 是你害死我的,是你害死我的,我要找你索命。 紧接着,唐诗柔因为受到的刺激太大,直接被吓晕过去。 当然,受到惊吓的还不止唐诗柔一个人。 停电的事情,让在客厅里面缠绵的夏政朗跟唐韵妹两个人也慌张起来。 宝姆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会停电?宝姆! 平常夏政朗叫唤宝姆,宝姆立马就会从小房间里面出来。 而如今,凭夏政朗怎么叫唤,宝姆就好像是睡死了一般,一点回应都没有。 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明天就把你给刺了。 只是正在穿衣服的唐韵妹,突然就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来。 长老,你有没有听到些什么声音? 说完之后,便将警惕的目光给落在了楼梯口。 那是唐韵妹现在的感觉,就跟不久前的唐诗柔一般,背后阴森森的,仿佛楼梯口站着人。 正朗,楼梯口有人,我看到脚了。 柔柔,是你吗,柔柔。 十秒钟的时间,楼梯口就传来了滴水的声音。 紧接着,便是哗啦啦的声音,而且黑漆漆的客厅灯光竟然再次闪了一下。 雪,是雪。 雪人,是雪人出事了。 我们先出去报警。 夏正朗紧拽着唐韵妹,打算往外面跑去。 却是灯光突然间又闪了一下。 这一次,他们看到楼梯口出现一个女人,正往上面走。 是夏浅夕回来报仇了,是夏浅夕的鬼魂。 而夏正朗,则快速往门口走去。 而他们两个刚刚走到门口,没想到,原本还在楼梯口,穿着执夜装的女鬼夏浅夕,已经出现在他们俩的面前了。 是你们把我给害死了。 我尸骨不全投不了胎,你们也得陪我。 我太孤独了。 原本还在女鬼面前的夏正朗,还有唐韵妹两个人,只感觉到大脑一片空白,瞬间就失去了意识。 整个夏家别墅再次变得安静起来。 这是我活了二十多年看过的最精彩的一场鬼片了,实在是太刺激了。 你说的学伴,是不是很不错? 看看唐诗柔那尖叫声,我觉得都可以当成了手机铃声了。 如果他们不是做贼心虚的话,压根就不怕这种把戏。 再说了,唐诗柔的颜值我觉得还不错,身材还不错。 你可真是搂爆了,唐诗柔这种绿茶表你竟然喜欢,果然是瞎,我再也不崇拜你了学霸。 继续看戏吧,今天晚上的戏还没有结束。 说完,便率先牵着夏浅熙往别墅外面走去。 那里,竟然还有戏,还非上下场? 今天晚上,我的计划不就是这样吗?难道还有变动? 没有多大的变动,只是我不想这么便宜他们。 不想这么便宜他们,那你打算要怎么对他们? 等到所有人都离开了别墅之后,薄叶白便开车离开。 而原本潜伏在暗中,仅是夏家别墅的其他下属, 也将昏迷过去的唐诗柔、夏正郎, 还有唐玉妹三个人给扔到了车子里面, 跟在最前面的黑色麦巴赫身后。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左右的时间, 薄叶白就将车子给停在了别墅区旁边的一个私人会所门口。 很快,薄叶白就带着他们来到了一间非常阴森的房间了。 这个房间应该是来供给那些摄影爱好者的主题房间, 因为房间里面有各种装修风格,都是偏灵异的风格。 哇塞,这个地方未免也太严丝丝了吧, 总感觉四面八方都有冷气在冒出来。 这个地方在我们私人会所里面最有特色的暗黑房间了, 我们在设计这个房间的时候,里面每一个摆设都很有讲究, 是整个华国最有特色的地狱了。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看着这么的恐怖, 一个大活人都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许清月说话的时候,看到几个下属将唐诗柔、夏正朗 还有唐玉妹三个人给扛了进来, 然后分别将他们三个人给绑在了三根大柱子上。 紧接着,一些穿着眼网黑白无常演出服的演员便迅速进来。 我们站在暗处吧。 我叶白对着夏浅熙如此说道, 随后便往这一个房间后面的休息室里走去。 就在夏浅熙万般困惑的时候,就看到黑白无常竟然每人端着一盆冰水, 然后往被网约的三个人身上泼去。 最新醒过来的是唐诗柔, 他有些费力地睁开自己的眼睛。 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 放开我,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敢抓我? 我们不是在家里面吗? 怎么好端端的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正朗? 就在三人都一脸懵逼的时候, 没想到耳边突然间就响起了刺耳的声音来。 他胆,拱堂之伤,且容而等喧哗。 你是谁? 你把我们绑到这个地方干什么? 我告诉你,赶快把我们给放了。 你知不知道你绑着的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都是已经死了的人了, 就算是把你们给放了, 你们也回不了人间。 现在赶快将你们生前所做的坏事都给我招出来。 死了? 你在开什么玩笑? 死了还会有知觉吗? 我告诉你, 我们可不是傻子, 随随便便装身弄鬼, 真当我们好户呢? 是不是夏浅新安排的? 大胆, 尽口出狂言, 刑拒伺候。 唐诗柔看到了身穿一黑一白, 两种颜色古装的男人, 竟然拿着一个假手指的刑具, 然后把他的双手给夹起。 我的手好疼, 疼死我了, 不要, 我的手快断了, 好疼, 太爽了, 直接就将唐诗柔的手给弄断了才好, 真是出了我的一口恶气。 哎呦,果然是罪毒妇人心,没错了 你懂个屁 我,不要在家了 我真的,疼死了 赶快将你们生前所做的错事给易奕招供 我,我招,我都招 唐诗柔已经没有刚刚那般放肆了 甚至还有几分相信自己已经死了 当然,她的理智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我抢走了我姐姐的男朋友 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大的错事 生死铺上,寄着你出生到现在犯过的错事 第一件,五岁那年,见死不救 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同学,淹死在人工湖中 第二件,十八岁那年堕胎,导致不孕不遇 第三件,二十岁那年,跟姐姐的男友苟合 第四件 元王一开始,一件事一件事地说着 而每说一件,唐诗柔脸上的表情就惊骇一分